早上新闻现场来关心屏东疫情在升温 今天新增了三例本土确诊个案 这三个人都是白牌车司机的家人 而这位司机则是跟秘鲁返台的祖孙俩 有过间接接触而染疫 截至26号为止 屏东总计有6个人感染了Delta印度变异株 而眼看变种病毒凶猛 临近县市高雄也拟定了方山增案 要针对6月初曾经进出过方山乡的活动者 进行快筛全力防范 DELTA变种病毒步步进逼 屏东周六新增三例确诊病例 据了解案14594 14595跟14596 三人全是案14298 这名63岁白牌车司机的家人 而白牌车司机则是跟秘鲁返台祖孙俩 有间接接触而染疫 至于这三名新增案例都在封港方山一带出入 足迹皆已倾销完毕 本案相关群聚的接触者 居家隔离有99位 自主健康管理有32位 这是令人担忧的就是司机的妻子 由于他在封港担任超商店长 因此卫生单位也发出疫情警示简讯 提醒民众提高警觉如出现症状尽快就医 14595本身是一个统一超商的一个店长 他上班的地点为失联制的场所 所以我们有发疫情警示简讯 而眼看变种病毒凶猛 屏东绷紧神经 邻近县市高雄更是不敢大意 假如你在6月6号曾经到屏东县的仿山乡 建议说是不是你就到社区筛检站 立刻来进行快筛 拟定方山专案 针对6月初曾进出方山乡活动者进行快筛 就怕疫情扩散 支持Delta变种病毒来势汹汹 南台湾全程警戒全面戒备 接着高雄屏东综合报导